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朋友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么这集呢说两个事还是跟中国周边局势有关的 那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 这个抵达台北了 这个送蔡英文的海贼王 用陆飞的话讲 不会背叛朋友 用这种卡通动漫的这种形式 去拉拢台湾人对日本的这种崇拜 友好和这种向往 对日本爹更加是处于跪舔的奴才的知识 更加优美了 那个小屁股撅着 马上可以把中国大陆的卫星给打下来了 放一个屁排空空气 马上太郎在台北讲话 强化威慑才能避免台海战争 这一句 这个标题我有点看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好像 日本被中国跟俄罗斯 军事包围了 海上这个已经是五六次了 闹了日本 这个基本上就是 说明这个潜艇已经常态化包围日本了 潜艇对日本就是 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距离不是特别远 这里就部署了这个常规动力的潜艇 基本上把日本东京啊 这个外海基本上都给包围了 朝鲜的这个导弹呢 那也时不时的 这个要把日本给平落 所以啊 我说过 刚才那一集我也讲了 我说现在美国天天吹牛逼 或者说呢 这个抹黑中国 说中国天天在这里搞情报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紧急否认说 防空的这个情报 没有遭到中国的攻击 也许有 也许没有 但是他不管有没有 他都在否认 就代表着说 他不想让国民感觉到 他们的防空不安全 那防空不安全 以日本人物哀的那种情节来讲 动不动喜欢流小眼泪 这样的情感来讲 那他们会加剧他们的不安全感 那这就他们的不安全感呢 那么他们就紧张了 就更加压抑了 内心就更加阴暗了 所以说呢 这个日本的自称难保 那么如何是 能够强化威慑呢 才能避免台海战争 他们到这里点火 我喜欢麻省太郎这样的点火 这样的话两岸就没有和平 两岸没有和平 就这个枪炮相见 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的同胞 我们的同胞是少数的 台湾是我们的同胞 大部分都是蛤蟆 那是蛤蟆呢 就得把他们赶走 台湾这块地 这块地儿是我们的 其他的 我说过 可以全部投靠日本跟美国吗 到日本去打短工 到美国去打包生工 挺好的 还可以给你漫画 给你陆飞 火影人者 再给你赠送一套死神 名侦探柯南 日本前首相 自民党副总裁 麻省太郎 8月8日在太平举行的一场论坛上表示 避免台海战争要靠威慑 要有充分的威慑力 要做好打仗的心理准备 最关键是要让对手充分了解 自身有不惜动武 维护台海稳定 安全的明确意志 他主张为了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要让强大的威慑力发挥作用 他提及 与台湾有紧密关系的邻居 日本应率先表态 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发出威慑信息 据中央社报道 麻省太郎表示 阻止台海发生战争 需要靠威慑 威慑分三个部分 第一 要有实际军备上的威慑能力 第二 要有执行能力 以及动用武力的意志 必须得由人民认同 第三是最重要的 需把有能力威慑的事实 让对手充分了解 这三个前提都成立 才能发挥威慑效果 这个口气非常大 就是他呢 在台湾就是 其实给我感觉 他像这个殖民宗主国的 国长一样的 那么到这个台湾去 对这个殖民地 宣布了这个 你们 现在不能忍了 那么一边呢 就是说 日本在那边讲 我们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 东海南海现状 两岸关系必须在和平的情况下去解决 那么 他们这边一边呢 要求中国呢 不能 要单方面改变 这个台海现状 一边呢 又去跟台湾讲 你们要增加这个威慑能力 就是要以印对印 以暴制暴 以强硬对强硬 以军事对军事 那么 对台湾发表这种 军国主义式的极有意义言论 那么 这个话呢 讲出来 我觉得 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了 因为这样的话 讲了以后 我们就看看北京到底什么反应 再让赖清德马上到这个台湾去 到这个美国去了 美国呢 我希望他的副总统哈里斯 见一下这个赖清德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这样的话呢 就看中共怎么反应 台海这边呢 我觉得呢 不能够再这样喝悉尼了 就是维持这种现状 那是不可能的 台湾的问题 你看麻生太郎也指出了一条名路 就台海的问题要解决 必须有军事手段 我认为这个日本自民党总裁 他说的这个话是很对的 确实是需要军事 才能解决台湾问题 才能保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消灭中华民国这个前朝 要把前朝给彻底消灭掉 你不然的话 这个可是不好的 所以没有什么一中各表 这样的垃圾说法 什么叫一中各表 放个驴儿屁 没有什么一中各表的 没有什么中华民国 什么再继续存在 放了给你个驴儿屁 谁他妈比有这种想法的 对不对 那就是整个民族的罪人 是整个民族的叛徒 他将失去 被人 这种支持 这样的话 谁都不能够讲这种话 马文太郎 例举称 英国与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之战 败笔就是英国当时首相 撒起尔夫人 为了让阿根廷充分了解其动物意志 才导致这场战争 造成英国牺牲许多士兵 才夺回师徒 两一战争 西亚地内乱等许多事件也都显示 一开始就要充分 要向对手表达动物意志 马文太郎表示 国家必须有普遍觉悟 万一需要发挥威慑能力 要有打仗的心理准备 要不这个民族的意志力 让对手知道 为维护台海安全稳定 有可能动用武力 报道指 马文太郎指 与台湾有紧密关系的 邻居日本应该率先表态 向包括中国战争的国际社会 发出威慑信息 马文太郎认为 目前日本政府支持台湾和平的态度 坚决裹绝 台海和平的态度坚决裹绝 自从日本现前公布的安保 三文件中可以看出 日本也正逐步推动安保政策的修法 以印一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地区挑战 他强调 维护和平不能光靠说不练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经验显示 以武力片面改变现场事件 何时会发生 各界完全不得而知 或许在印太地区也可能发生 二 这个马川太郎还指出 去年八月 实际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访台之际 中方在台海周边 强行实施大规模军事演习 向包括日本抓住经营区内 在周边海域发出弹道弹弹 马川认为 局势正在从平常时期 逐渐转备为非常时期 在了基础上 马川太郎极力主张 没有哪个时期相信的这样 需要日本台湾美国等 自从道合国家做好 让强大威慑力发挥作用的心理准备 最重要的是 在包括台湾海峡的该地区 不爆发战争 马川太郎指出 在印太地区 实施基于法治的 自由开放的国际时局 至关重要 他强调 安全政府加强防御力的路线 可以成为对战争防范 于蔚蓝的毫不动摇的威慑力 对于在构建半导体 等重要物资供应链的 经济安全保障领域 加强日台之间的合作 他表达了期待感 此外 马川太郎周二 晚些时候 拜会了台湾所谓总统蔡英文 这位82岁的 日本前首相告读记者 请他培养下一任 及领导人 并呼吁台湾在即将举行的 大选中 选出一位提名的总统 在与蔡英文的会谈中 马川太郎 愿意为加强日台关系 发挥作用 他说 当朋友遇到困难时 他们可以伸出 他们可以互相伸出援手 马川太郎还提到 日本流行漫画 海森王时说 主人公陆飞 从不背叛朋友 也没有任何 也没有在朋友 遇到的时候 见死不救 与周遭人士 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最后成为整个国际的领袖 整个集团的领袖 他以此作为比喻 希望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也能够绵延流长 持续地发展下去 那么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来为这个蔡英文 来站台 主要还是来为这个蔡 这个赖清德 加油加油鼓劲的 那么这个马川太郎 这个日本自民党 就希望这个 赖清德当选 下一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所以我说过 现在呢 就等于说 他们是非常跳的 就是这点呢 中共一定要 一定要明白 现在敌人是非常跳的 你再这样子 什么搞一下包围了 弄一下了 搞一下了 这样是没什么意思的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网友 在对你今天说 我常态话过去 多少架战机 感兴趣了 那么现在呢 其实像这个 麻山太郎 讲这种话呢 我跟各位讲 不要说他不是说 有日本现任这个政府的 这个职务 他自民党 啊 副总裁 自民党总裁是谁啊 对不对 自民党是他妈执政党 开玩笑 啊 所以我说了啊 这个是这种事情 他在这个地方 要点火 就是说 他的意思很明确 意思呢 就是说 呃 台 就是两岸如果爆发战争 那么 日本呢 要要支援这个 这个台湾 那么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言论呢 就非常非常的夸张了 大家要要明白 就是听懂这意思 就非常非常夸张 就意思说 就是日本要为了台湾呢 不惜跟中国大陆发生武装冲突 军事对抗 啊 就是说 可能是为台湾就是要打仗的 当然 他的话呢 不代表岸田文雄 也不代表日本鬼精家族 所以呢 他在这边讲这个话呢 放这种大话呢 给我感觉呢 就非常的匪夷所思 就是你今天日本要拿什么来保卫台湾 这一点我觉得很好奇 呃 你日本的军事力量够用吗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 如果真的跟中国爆发武装冲突的话 你日本还存在吗 对不对啊 所以说这一点 我觉得日本呢 这个麻省太郎啊 这个讲这种话 我觉得啊 真的是有点不自量力 那么你说这个台湾 你要台湾保持什么样的军事威慑 是让台湾他妈用用这个核武器 还是说怎么一回事 这一点我有点 我也有点听不懂了 那你说台湾发展什么样的军力呢 啊 对不对 就台湾那个那个军事素质 能跟大陆解放军来对抗吗 我说了给 说了就是说很现实的一个话啊 就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的话 呃 福建一个军区就够了 就可以把台湾给给灭掉了 真的啊 不用不用不用任何开玩笑啊 就福建的第73集团军就够了啊 就这么什么十几万人就可以把整个台湾给平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所以说呢 现在呢 我们就说 他在这里拔高这种调子呢 无非就是给你搞一种叫什么 嚇阻啊 台湾就是说这个叫嚇阻战略 今天呢 在这个南海呢 菲律宾呢 给你点一点一把火 那边嘛 这个韩国呢 在那边给你叽叽歪歪的 日本呢 在这里过来给你讲这种话 无非就是一种影响上的那种恫吓 所以我说呢 北京差不多这边是要该收了 这边的情况 因为 技术题目对你形成了 对吧 技术题目对你形成了 你 没有办法再去获得这些 他们这些好的这个芯片了 那么 这个台海不动了 没有任何意义了 中美之间还能谈什么呢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谈了 谈来谈去就这点逼事情 所以说必须要打 我们不是手足啊 这一点所有同胞们 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跟台湾不是手足啊 他们呢 是已经被这个白左化了的 这个啊 支那建畜 那所以呢 我们要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在我们的民族当中 不是说你跟我长一样的皮肤 一样的毛发 你跟我讲一样的话 一样的口音 吃一样的东西啊 你出生在这里 你就是我的同胞 不是这个概念啊 今天我们内部 如果说有些恨国党 像那些搞白纸运动 他们就不是我们同胞 他们这些人呢 就一定呢 我们要主张就是他们的 一定要整他们的 所以呢 对一点中共呢 绝对不能心慈手软的 啊 那么对台湾呢 也一样 不要再说什么两岸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是合同 合同跟这个政治的 这种手段政策 但这条路已经走入死胡同了 那么现在呢 他们就是说在这里 越来越嚣张了 对吧 他共来的就讲这种话 包括现在这个澳大利亚 也在那边讲 呃 澳大利亚是这样说的 我们来听一下 就是你在这里 对台湾这边呢 还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但是他们呢 不停的在那里 给你叽叽歪歪 万一台湾被封锁 是否参战 澳洲政府 由总理和内阁决定 澳洲学界以台湾或南海 一旦遭到封锁为例 认为澳洲需要有能力 迅速应用这一威胁 对此路透视报道 澳洲政府巴勒表示 依据澳洲政治体制 参战决定 全层级在总理和内阁 不是国会 如此可有能力 迅速应用台湾或南海 一旦遭到封锁或威胁 澳洲总理呢 2814领导的共党政府表示 将提高政府决策的问责性 要求内阁部长在国会 参与两院做出声明 以通知国会 针对行政部门 参与重大军事行动的决定 展开及时辩论 此外 澳洲也会设立一个 可以取得情报的国会委员会 以加强对重大国防行动的调查 那么说句实在话 澳大利亚呢 也就别来凑什么热闹了 澳大利亚在这个 韩国啊 就是朝鲜战争的时候 你知道是被联名解放军 被这个联名制限军 是怎么怎么痛扁的吗 基本上呢 我觉得他也就别来凑热闹 如果他来凑热闹的话 中国就毫无 就是毫不手软的 所以说呢 现在呢 我跟各位讲 你中国大陆 你在这边没有什么动静 比如你在南海 没有什么动静 你在东海 你在日本海 没什么动静 你在台海 没什么动静 敌人呢 要给你搞点动静 他呢 就是说 今天 按照他 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 你去这边什么啊 合不平了 我们和谈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啊 这个地方将成为 县政府的高勾立 台湾将成为县政府的 当局的高勾立 如果你不去整的话 对你的执政危险 啊 是严重的一个挫败 持续性的消耗你的执政危险 你在别的地方 做再大的攻击 啊 人民群众就是会很不满意的 啊 这个呢 是我做 我是作为一个提醒 啊 这个地方就像古代的这个超越半岛一样的 你 如果一直你不去解决 他就是会耗尽你的国力 耗尽你整个国家 你别看一个地方小 啊 你别看这个地方小 他就是能耗尽你的国力 啊 所以说呢 而且他的这个思想 对你的这个 这个思想的 这个内部人员的一些 啊 耳根子软的那些人呢 这个思想改造呢 是相当厉害的 啊 我跟各位讲 上海啊 就现在那个市中心啊 很多高档餐厅和那种啊 喜欢去打卡那种网红餐厅 基本上很多都是台巴子开的 啊 我告诉你 这都是台巴子开的啊 然后你市区里面那种 什么那种 什么生活方式 很多都是台巴子给你搞过来的 啊 所以这一点是很危险的 你必须要打掉他们 啊 这个我们人民群众是绝对支持党中央 支持党和国家的 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差不多就是一定要打了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谢谢